新竹一名正姓男子租了停车位 竟然把车位的专用磁卡复制后 分送给新友 让大家都可以去停车 而去年5月 另外一名男子拿着位造磁卡 要停车的时候 跟停车管理处发生了争执 才东窗事发 正姓男子被法院依位造文书罪 判决两个月 另外还要捐献国库5万元 请稍后请取出票卡 按个扭闸门一开 收费开始计时 要是有车位专用感应票卡 更方便缴了月租费 来来去去随你停 新竹有一位民众好博爱 把感应票卡复制再复制 分送给客户 有车位大家庭被抓包 最后被判刑两个月 还要捐款5万元给国库 感应票卡被偷偷拷贝的旧资间停车场 一名正姓男子花了一个月3000元 乘租车位 没想到他却动起歪脑筋 把感应票卡复制三份 交给不同客户亲友使用 去年5月 一名阳姓男子拿着伪造 此卡禁除失败 与停车管理人员起冲突 事件才被扛 因为此卡中有电池记录 在法律上性质等同文书 又被告承认犯罪 判处有期徒刑两月 缓刑三年 那这表示自己有租车位 但没有常常停车 所以才复制机章给亲友使用 也坦诚犯刑 被法院依照 未造准施文书罪嫌 判刑两个月缓刑三年 还要奉献5万元给国库 解释前 新闻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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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